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 缺血再灌注损伤 Escheming Reperfusion Injury 缺血再灌注损伤 在以后讲 在这一堂课后边讲的时候啊 我有的版书啊 会出现一个 这样一个RI slash R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是缺血再灌注损伤 取这个英文字母的 这个第一个和它第一个 就是缺血再灌注损伤 首先呢我们给一个定义 什么叫缺血再灌注损伤 缺血器官在恢复血液灌注后 缺血性的损伤进一步加重的现象 成为缺血再灌注损伤 就是说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器官 不管任何原因缺血了 缺血一段以后呢 我们那个什么通过 比方说我们来个冠状动脉筋鸾 医生给了他解禁药 或者是冠状动脉堵塞 给了他那个什么呢 溶酸血液通了 通了以后呢 我们期待着一般来说 我们想着呢 什么这个组织呢 恢复血流以后呢 它的组织的状况呢 会逐渐改善 但是呢 在很多情况下 恰恰相反 不仅没有改善 而且呢 变稳加厉的组织出现了一个迅速的坏死 首先组织机能呢 出现一个迅速的那个下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 缺血在冠状损伤 这个现象呢 最早呢 是在什么呢 五五年的时候 首先呢 Saviel这个学者呢 首先在做动物实验 在狗的冠状动脉 接杂以后 接杂以后 在解除接杂的时候 恢复血流 结果呢 出现了死刹 他呢 首次报道了这个现象 这是我们以前 我们不知道 在五五年的时候 第一次报道这个现象 到六零年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一位学者呢 就提出 心肌再冠状损伤的概念 就说六零年 也就是五十年前呢 我们正式的提出 这个再冠状损伤这个概念 因为这两次报道呢 都是在心脏上面 就是心肌上面发现的 这个时候呢 人们还不知道 这个现象呢 是一个特异的 属于心肌的一个特殊现象 还是一个普遍现象 随后紧接着呢 六八年呢 就发现了脑缺血 在关注损伤也存在 七二年发现 肾脏缺血 在关注损伤也存在 七八年呢 肺的缺血 在关注损伤 这个八一年的 肠道的 缺血在关注损伤 所以从这个 过去的这个研究 来提示呢 就是说 缺血在关注损伤 虽然经常我们在心肌 比方心肌梗 才很常见 那个碰到 但是呢 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至今的缺血以后 我们恢复灌流 会引起在关注损伤 这个现象呢 已经是基本上来说是 大多数学者都接受 大多数学者接受 但是呢 你要看我们现在 还有一些人 不怎么愿意接受 对吧 但是绝大多数的学者 都接受了 我这一块呢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现象 这个呢 这个图呢 是一个什么实验呢 是一个 在那个基的心肌细胞 缺血在关注的时候 根据细胞的死亡 来判定 看有没有一个 在关注损伤 这个纵轴呢 是细胞死亡的数 百分比 怎么知道细胞死亡呢 我们用一种染料 这种染料呢 就要点化 丙顶 这个染料呢 你要把那个 培养的心肌呢 把这个染料 割到那个 培养液里边 只要这个细胞还活着 这种染料 是进不了细胞膜的 但是如果在细胞死亡的时候呢 细胞膜受到损伤 这个染料呢 就会进入细胞膜 进入细胞里边 进入细胞里边呢 然后我们呢 就可以测定它 我们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个培养液给去掉 冲洗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根据它的发光 发一种红光 来看细胞的死亡 这个时候 我们实验的分两组 完全一样的心肌细胞 就是基的心肌细胞 一组呢 就是在什么呢 基础观察一个小时 观察以后 一个小时以后呢 给它一个小时的缺血 就从60到120分钟缺血 然后呢 从120分钟到300分钟 这个就相当于五个小时啊 对照组呢 继续缺血 继续那个缺血 实验组呢 就给它恢复了灌注 就恢复了供养 恢复了供养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要是不给它再灌注 也就是不给它恢复供养的话呢 细胞逐渐随着实践的推移呢 有一个增加的死亡率 细胞死亡率增加 但最多呢 也没有超过20% 但是如果你要给它恢复供养以后呢 有一个迅速的 就是加速的细胞死亡 你看最多呢 细胞死亡率呢 60%多 这个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呢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缺血以后 我们这个恢复灌注 血血实实呢 会引起加速细胞的死亡 会加速细胞的死亡 这个现象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以后啊 来了患者 来了病号 说是那个心肌梗塞了 你给它救不救 你必须要救 对吧 你必须要救 但是有可能你的救治呢 你的救助呢 加速了患者的死亡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要了解 为什么会出现再冠种损伤 了解它的机制 然后呢 采取相应的对策 这个呢 是一个最近的一个 临床的数据的一个收集 收集也是心肌梗塞 患者 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这些患者呢 心肌梗塞出现以后呢 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 所谓及时的救助 就是 不管是给冠状动脉 溶酸也好 把那个酸塞给它 重量硬化嘛 斑块脱了以后 把那冠状动脉堵住了 心肌缺血 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溶酸剂呢 把那个血酸溶解了以后呢 让血流通开 或者是它是一个痙磷 痙磷以后解晶 让它整个来说 让它血流通开 种种原因呢 没有 没有做到这个 不管是病号进医院 进晚了也好 还是其他原因 从此没有的话呢 也这个 这一些病号呢 大概是什么呢 最终呢 平均下来 这个 他们的心肌梗塞的面积啊 有多大呢 平均是70% 这个白的呢 就表示是 心肌梗塞的面积 那个面积 这个白的就表示什么 也就是说 细胞死掉了 这个心肌这一块 死掉了 另外一部分患者呢 就是说什么呢 他来了以后 经过什么呢 及时的救治 就是我们溶酸也好 解晶也好 这一些患者呢 平均的那个心肌梗塞 那个细胞死亡的 就这个白的 是多少呢 30% 就是梗塞大小 梗塞大小 30% 就是说单纯的 如果我们要不懂 血血再灌重 损伤 我们给他一个恢复 灌流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 那个心肌梗塞的面积啊 损伤 从70% 降到30% 就是我们还是要治的 但是呢 如果要是 不仅是要挥不贯注 而且要再懂得 为什么会缺血 再引起再灌注损伤 引起再灌注损伤 根据他我们的理解 然后呢 采取相应的措施呢 这个时候 平均这些患者的心肌梗塞 那个死细胞 那个心肌死亡的面积 是多少呢 只有5% 只有5% 就是如果你 根据我们今天讲的课 这个现有的知识 在临床上采用了的话呢 患者呢 你就可以把它 从积极救治 30%的那个 梗塞面积呢 减少到5% 如果要不救 不管是任何原因 对吧 前边 几年前 我们知道有一个 我们非常热爱的一个 相声演员 马基先生 对吧 他在回笼罐那块住着 他一个人在家里边 等到他 在厕所看出 然后来个心肌梗塞 来个心肌梗塞以后呢 过了一个小时 他家的保姆 才告诉了 他家的亲戚 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呢 他家的亲戚呢 才想办法把 马基先生呢 送到北一三院 这个 这个时候呢 就回天 也回天 乏术了 人们在那个什么呢 人们在研究 缺血再灌注 损伤的时候呢 就想知道 缺血再灌注 损伤的时候 这个再灌注 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个再灌注呢 引起了组织的损伤 缺血的时候呢 人们很容易想到 缺血的时候呢 一个明显的原因 就是缺氧 那么 是不是单纯引起缺氧 就是单纯 由于缺氧引起的呢 人们在那个什么 用低氧 或者无氧的溶液灌注后 在恢复正常氧供应的时候呢 器官的损伤呢 不限恢复 反而更加严重 这个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氧反常 Oxygen Paradox Paradox 就是反常一个 反常现象 这个 这个实验呢 也就提示什么呢 再灌注的损伤呢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是由于 氧的那个什么原因 由于低氧 或者无氧的原因 但是是不是 唯一的原因呢 不是 因为什么呢 人们在那个器官 再灌注的时候 单单是那个 就是说 血流 血流也成那个正常 氧风压 在实验条项下 维持正常 但是呢 就单单的把PH 从酸性 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呢 也可以导致细胞 损伤加重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 PH反常 PH Paradox 也就是说什么 在灌注的时候 从损伤到 再灌注 这样一个 酸性 就是细胞内的 从一个酸性 恢复到正常 这个时候 这个过度的时候呢 也会产生 再灌注损伤 还有一个是 Kelting Paradox 钙反常 就是器官呢 在无钙溶液 灌流的时候呢 恢复正常 含钙溶液 灌流呢 也可以导致细胞外 钙离子 大量内流 引起细胞 损伤加重 所以说呢 至少来说呢 这三个原因呢 这三个元素吧 都可以 参与的 再灌注损伤 但随后 我们会解释 那个什么呢 再灌注损伤呢 要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那么 什么条件下 会引起 再灌注损伤呢 不是说 每次缺血啊 都会引起 再灌注损伤 它有一定的条件 首先是 缺血时间的长短 缺血时间的长短 这个呢 取决于 不同的组织 对缺血的敏感性 对缺血敏感性 我们身体里边 各个器官呢 对缺血 对缺氧 最敏感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大脑的高级皮层 大脑皮层 就是灰指这个 我们想问题的这个地方呢 要是在实验条件下 完全缺氧 完全缺氧 六分钟 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不可逆的损伤 其次呢 心肌 心脏呢 在15分钟 完全缺氧 15分钟的 就不可逆的损伤 也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来个心肌梗塞 如果要是在15分钟以内 你把它那个恢复灌流了 它是不会出现在灌注损伤的 但实际条件下呢 你就是在三院门口 站着那个出现这个情况 进了医院挂号 交钱 等到医生 15分钟也可能达不到那个 所以也可能 但是有一个因素考虑 就是说 一般人那个缺氧的时候啊 肯塞的时候 他不会一下子到实验条件 那种完全缺氧 所以呢 要比15分钟要宽一点 要比15分钟宽一点 再一个呢 就说 我们那个什么呢 如果要是这个患者 比方你的亲戚啊 朋友啊 父母亲啊 他如果有心脏不好的话呢 建议呢 就找医生看看 身边呢 放一点那个预防的 预防的药 比方说来 那个肖酸肝 有预防的 随时一不好的话 因为你即使在医院 住院的病号 也不能够那样 不见得那样 及时的抢救 更别说那个马记先生 在回笼灌注着 这个就更 那就更麻烦了 所以说呢 这个缺氧时间 是一个关键的 就是说时间是生命 在这一点上呢 是要那个什么 我自己做实验 做用什么组织呢 我自己实验呢 用的是血管的平滑机 血管的平滑机就比较皮适 在完全缺氧条件下呢 72个小时 还没有事 就是给它缺氧72个小时啊 你再给它恢复 给氧 它不会出现 再关注损伤 所以取决于不同的组织 心和脑是最容易的 再一个是再灌注的时候 灌流液的条件 灌注液的成缝啊 灌流的温度啊 压力啊 这个呢 随后随着我们讲 那个机制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 加深一些了解 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就是说什么 比方说我们冬天 冬天在外边淋下 很冷 很冷的时候呢 我们手都快冻僵了 我们这个时候 一下子要是把这个手 放到那个 比方45度啊 37度水 你可能把手就 组织损伤了 对吧 慢慢来慢慢来让个逐渐的 其实这个也是灌注液 你恢复养的时候 恢复PH的时候 恢复其他条件的时候 你逐渐 从那个不正常到正常 不要一下就正常了 这个时候呢 呃 就比较好一些 呃 组织 第三个原因就是组织缺氧 组织机关缺氧前的功能状态 比方缺氧的耐受性 我刚讲了 不同的组织耐受不一样 测制循环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这个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 说有一个人 呃 那个什么 呃 这个心肌梗塞啊 的老病号 很多年了 呃 呃 他老是能够一次一次的度过危机 没事 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呢 呃 身体很好 每天早上都在操场跑圈 对吧 有一天早上说 哦 母母母先 呃 已经呃 离开我们了 昨天晚上 就说很很可能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什么呢 他没有老的病号吧 老是心肌处于一种缺血状态吧 他发展了很多侧制 侧制 所以他不愿意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从这一块到天安门 西单那个路给堵住了 我们还可以绕一个别的路 对吧 还有侧制循环 呃 有的呢 侧制循环发展不好 我看一个文献 就是说是女性的侧制循环 一般比男性的都比较好 呃 比男性的比较好 呃 再有一个是 一些疾病 高胆固醇血症啊 糖尿病 高血啊 这些人呢 呃 对这个缺血在冠州的损伤呢 呃 不能耐受 就是说更容易出现 更容易出问题 这块是一个什么呢 呃 一个 一个文献比较 不同的动物 呃 那个心肌的那个 侧制循环 因为很多同学以后 到临床啊 不管干嘛 呃 或者到基础啊 他会设计实验 做一个缺血在冠州损伤 就现在呢 呃 呃 也有很多 呃 国际上也会做这个缺血在冠州的实验的人 非常多 因为很重要 你要找一个动物模型 对吧 你要找一个囤属呢 囤 囤属的测试循环是百分之百 所以说呢 你要找一个囤属 你注定 呃 呃 做不成这个实验 因为你掐不死他 呃 做实验呢 很多条件 做 以前很多经典实验头是从狗的身上做的 狗呢 他测试循环是小于百分之二十的 呃 还有经常有做实验的用猪的 猪的座内测试循环也不怎么好 呃 人的循环呢 测试循环呢 大概可能接近这个肺肺 接近肺肺 呃 呃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动物 但是就不能够用囤属 前边我们讲的呢 我们要求大家掌握的 掌握的就是说什么呢 什么叫缺绝在关中损伤 再一个呢 这个阳反常 钙反常和PH反常的概念 呃 这个图是什么图 这个是 呃 下边呢 下边呢 我们讲这个缺绝在关中的发生机制 缺绝在关中的发生机制呢 目前呢 有三个学说 三个主要学说 呃 就所谓的 所谓的学说呢 就是不是公理 就是还没有 最终那个 用铁的那个证据来证明的 有大量的证据的提示 提示是这样 这三个学说呢 其实就有点 我们像那个盲人摸像一样 摸这是某 事实的某一个方面 呃 我觉得呢 都对 反映了这个机制的某一个方面 呃 但是呢 又不都 呃 都不是互相排斥的 不是互相排斥的 只反映了这个事实的某一个方面 这三个学说呢 主要是什么呢 一个是自由基损伤学说 这叫Injury by Free Rent Cause 就是说认为 呃 取血在关中损伤 是由自由基 升高产生的 第二个呢 是盖超载的学说 Cursion Overload 第三个学说呢 是认为 血管内皮细胞和中性立细胞 之间的相互作用 来那个导 引起的一系列事件 导致的 这叫Interaction Between Endocinous Cell and Neutrophil 我们呢 下面一个一个介绍一下 首先说自由基 这个Free Rent Cause呢 有一个定义 什么叫自由基 就是在外层电子轨道 含有一个或者多个 不配对的电子的原子 原子团或者分子 为表达这个不配对的电子呢 通常在其分子后 分子是后上方呢 加一个点 这个R呢 表示一个任何一个分子结 或者电子的原子的结构了 在这一块加一个点 右上方 加一个点就表示什么呢 自由基 这是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 共同接受的 自由基有很多种 最重要的呢 我们介绍两类就是养自由基 和止性自由基 养自由基 Oxygen Free Anticose 什么叫养自由基呢 给一个定义呢 就是说有养衍生的自由基 有养衍生的自由基 这里边呢 在我们生物系统里边 最重要的有两类 一类叫超氧因理质 这叫Super Oxide Iron 你要写一个就是O2 然后有个点 然后负的是 它有一个多一个电子 再有一个就是枪自由基 Hydroxyurenticos OH 后边有一个点 这两个呢 是细胞内最重要的养自由基 其中呢 超氧因理质是最早产生的 有氧的代谢呢 最早产生的 然后呢 它进一步 它可以经过反应 最后呢 变成枪自由基 枪自由基 是对那个什么呢 对细胞的损伤最大的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活性氧 就是氧自由基呢 只是活性氧的一部分 为什么引起 就是说我们还引入 活性氧这个概念呢 就是有一些氧的化学反应 形成的一些物质啊 它呢 也有很比较强的氧化性质 有比较强的氧化性质 但是呢 它又不符合这个氧自由基的概念 所以就给它一个活性氧 就很活泼 怎么活泼呢 就是说 它可以很容易的 把其他的物质氧化 这里边呢 有那个 给它一个定义 就是有氧形成的化学性质 叫基态氧活泼的含氧物质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在文献里边 经常用ROS 就ROS来减写 就是活性氧 这里边呢 包括了 我们刚介绍的 两个重要的氧自由基 超氧因离子和羌自由基 另外一个呢 很重要就是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 Hydrogen Proxide 就是H2O2 过氧化氢呢 是由超氧因离子反应 形成的 由这个形成的 这个我们在药店里边 经常可以买到一种 叫双氧水消毒的 那个浓度是3%的 我们实验室用的呢 是30%的 你要做的时候 要戴上手套 你要是 还没有发生吧 但是你一旦 要是把那一滴掉到皮肤上 就一股青烟 就冒起来了 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叫做什么的 单线胎氧 单线胎氧啊 它是比正常的氧呢 要结构上 电子啊 什么都一样 但是呢 它电子的轨道 不太一样 属于一种激发态的氧 它也是一种 就是说可以氧化 很多物质的一种 活性氧 它是由那个过氧化氫 在降解的时候产生的 这个就是活性氧 最重要的有三个 超氧因离子 相质有机 和过氧化氫 另外一个重要的 那个自由剂 就是脂性自由剂 Lipid-free radical 脂性自由剂呢 是指氧自由剂 把那个不饱和的脂肪酸 氧化以后 形成了一些中间代谢产物 它根据那个 这个 这些中间代谢产物的 含氧的数目呢 你可以把它叫做 晚自由剂 没含氧 晚养自由剂 一个氧 晚过氧自由剂呢 有两个氧 这个里边说 为什么说中间代谢产物呢 因为 首先是氧自由剂 把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给氧化了 氧化以后呢 它们就变成了自由剂 这些脂性的自由剂呢 又可以进一步 把另外一些 那个什么呢 物质呢 氧化 另外一些物质氧化 除了这个氧自由剂 和脂性自由剂以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自由剂 比方氯自由剂 甲剂自由剂 一氧化氮 过氧雅硝机 这一氧化氮和过氧雅硝机呢 因为它含氮 所以呢 不少氧线里边 有把它们叫做活性氮 叫做活性氮 这个机体里边呢 在代谢中间 在机体 那个什么 细胞在代谢中间呢 会不停地产生活性氧 但是呢 活性氧过高以后呢 就会对组织呢 造成损伤 但是我们细胞内呢 发展了一系列的 抗氧化的那个系统 包括一些 单纯的那个化学物质 比方说我们那个 微生素C啊 微生素E啊 对吧 另外呢 还有一些重要的酶系统 重要的酶系统 这些酶呢 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们的作用就是保持 细胞内的活性氧呢 浓度不要太高 浓度不要太高 正常的那个细胞内的 活性氧的浓度有多高呢 大概是在10的-10 Molar那样一个浓度 10的-10 你要在疾病情况下呢 能够有多高呢 能够有10的-3 10的-3 就是说这个能够超过 10个 1000万倍 超过1000万倍 就说正常情况下 细胞内的那个活性氧浓度 是很低的 那么 酶的系统 我们介绍两个主要的酶系统 一个是超氧物 其化酶 过氧化氫酶系统 就是说 在细胞 那个代谢中间 产生的活性氧呢 通过超氧物 其化酶 转化为过氧化氫 过氧化氫呢 在过氧化氫酶的 作用下呢 转化为水 转化为水 水是无害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在某些 病理条件下 这个过氧化氫酶的活性 被抑制了 活性被抑制了 又在细胞内存在着少量的 微量的那个 二加铁的作用下呢 过氧化氫会转化为一个 氧化性更强的 这个活性氧 或者氧自由基 就是腔自由基 腔自由基的反原性 那个氧化性 是非常强的 导致细胞 那个组织损伤呢 主要是它 造成的 这是超氧物 其化酶和过氧化氫酶 还有一个系统是 骨关钢钛 氧化酶和骨关钢 还原酶 这样一个系统 它呢 不仅可以把过氧化氫 而且还可以把 其他一些过氧化物 就过氧化 就含有这个 OOH 这样一个结构的呢 转化为水 转化为水 在这中间呢 它需要一个辅因子 就叫还原性的骨关钢钛 这个把还原性的骨关钢钛呢 转化为氧化性的骨关钢钛 这个氧化性的骨关钢钛呢 又会在细胞内 利用这个NIDPH 也就是还原性的燕氙氨 氙氟氯 二合钢酸 磷酸 这个物质的 那个作用下呢 把它还原到 还原性的骨关钢钛 这个NIDPH呢 是我们糖代谢的 物糖代谢里边 这个重要产物 这个物糖代谢 那个产生的这个物质呢 有一半多 都是用来干什么事的呢 都是用来干这个事情的 就是保持这个 这个反应的顺利进行 这样呢 保持细胞内的 活性氧的浓度不要太高 活性氧浓度不要太高 活性氧浓度高呢 现在的工作呢 不管是高血压 动脉周样硬化 皮肤老化 就是人们的老化 各种很多疾病呢 活性氧的身高 都是始动因素 最早发生 最早 最早那个因素 最早产生 始动因素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两个酶呢 是非常重要的 再一个 我还想 另外说一说一点的 就是说 别说活性氧就是坏 为什么呢 我说了半天了 你也可能说活性氧坏 活性氧呢 在微量的 也就是在细胞内 那个浓度情况下呢 它是细胞型号传导的 必须的 细胞型号传导的 必须的 比方说 我们要是没有活性氧 没有微量的 生理浓度的活性氧 我们的细胞就不会分化 我们的细胞就会不会分化 对吧 我们也长不大 也发育不起来 对吧 它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其他功能 比方我做血管疏张 我们知道 这活性氧呢 可以帮助血管疏张 但是呢 所有都是有条件的 就是说 在生理浓度条件下 这浓度一高了以后 就变坏了 所以说呢 前边我们讲了 我们要求大家的几个概念 养自由基 活性氧 是性自由基 这个为什么叫这些 另外呢 超氧物气化煤 过氧化氢煤 古冠钢钛 氧化煤 催化 何种反应 这个呢 是内蒙古 博物院 挺漂亮的 但是随后 我会告诉你说 里边有什么东西 我们讲了半天 活性氧 对吧 我们要说是活性氧是造成 组织 再灌注 损伤的一个 罪魁祸首 那我们呢 就要满足一个条件 满足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 在灌注的时候 活性氧 升高了 而且呢 你要给外源性的 活性氧呢 可以导致 组织损伤 首先我们说 那个什么呢 这个 在灌注的时候 活性氧 是不是升高了 这边是一个实验的 那个例子 这个呢 是用一种染料 用一种染料 这也是用那个 心肌细胞做的 基础情况下 这个 那个什么 你看到这个线 这是表示 那个活性氧 生成量 的那个什么变化 这个DCF呢 我们也用过 它这种染料 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你放的那个 那个什么 培养那个 液里边呢 它可以自由地 进入细胞内 但是一进去了 以后好尽难出 一进去了以后啊 细胞内的纸酶 就把它切掉一段 把它这样一切掉 一段以后 就把它从纸溶性的 变成了水溶性的 它就出不来了 就困在细胞里边 困在细胞里边呢 它也不会发什么光 但是呢 一旦组织里边 产生了活性氧 就会和它产生反应 产生反应以后呢 就会发一种红光 就会发一种红光 所以说呢 它是一个很灵敏的 那个 如果组织里 产生活性氧 它就会发红光 你们可以看到 在正常情况下呢 它也在那个什么呢 升高 为什么升高呢 正常情况下 也有生理功能条件下 它也有一部分 活性氧在那 所以它逐渐的 然后这是缺血 从60分钟到120分钟 缺血的时候呢 还在不停地升高 它和那个组织里边 那个产生活性氧 以后结合 又它跑不出去的 所以呢 你看这个斜率呢 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什么缺血 和基础条件下 它那个活性氧的 那个产生的速率呢 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呢 我们恢复灌注 在一恢复灌注的时候呢 这个一下子 这个活性氧呢 就升高了 特别是在恢复灌注的 前10分钟 这个升高的速度特别快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在灌注损伤 造成损伤 主要是产生在什么呢 恢复灌注的 就10分钟左右 就10分钟左右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时间 至少来说呢 这个活性氧的急剧升高 在恢复灌注的时候呢 这已经说什么 它升高了 而且呢 外原型的给活性氧 确实也能造成组织损伤 所以这是一个 很有力的证据 很有力的证据 这个实验这个图呢 我故意给成这样 故意给成这样 为什么呢 你看这实验有什么缺陷呢 缺少一个对照 对吧 缺少一个对照 这个对照呢 一个对照应该是什么呢 不给这个染料 看它是不是有变化 在一个给了染料以后 不灌 不灰 不再灌注 因为很多实验 我们学生设计的时候啊 有时候忘了那个给对照 没有对照 就很难解释这个实验结果 当然我们这个呢 我们是做原始实验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施给对照的 那么活性氧升高 活性氧从哪来的呢 细胞内呢 有很多来源 可以产生活性氧 现在认为呢 主要有三个来源 和再灌注损伤有关的呢 有三个来源 其实你要翻叫 那个什么网线呢 你可以找到十几种 甚至更多的 产生活性氧的机制 但是在再灌注中间 最主要的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黄飘磷氧化酶 三型Oxidase 再一个是从线粒体来源 Mitocondri 再有一个是中性粒细胞 Nutrophils 我们首先介绍这个 黄飘磷氧化酶 黄飘磷氧化酶 这个现象呢 是最早是88年的时候 报道的 88年在某国生理杂志 报道的这个现象 就是说是 它在那个狗的动脉上 做那个实验的时候发现 然后呢 提出这个学说 就是说什么呢 在缺血缺氧的时候呢 我们ATP降解了以后呢 堆积了大量的脂黄飘磷 正常情况 你要不缺氧的时候 不缺血的时候啊 这个脂黄飘磷 AMP啊 都会重新生成ATP 但是在缺血缺氧的时候 它那个什么呢 它反不回来 它就堆积了大量的脂黄飘磷 这个死黄飘磷呢 在黄飘磷氧化煤的情况下呢 会生成那个超氧因离子 然后进一步呢 生成这个过氧化氢和腔自由基 生成这个 但是在缺血的时候呢 这条反应下不来 为什么呢 缺血的时候 这个反应呢 需要氧作底物 需要氧作底物 就是把氧呢 转化为超氧因离子 所以只有在灌注的时候呢 这个一灌注了 氧来了 所以这个反应就下去了 但是缺血的时候呢 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这个黄飘磷氧化煤呢 有一个变化 就是说可以 黄飘磷脱氢煤 转化为氧化煤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在我们细胞内啊 这两个煤 实际是可以认为是 大概是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呢 它那个什么呢 正常情况下 它主要是表达为 脱氢煤这个功能 表达为脱氢煤这个功能 但是在缺氧的时候呢 细胞内呢 钙离子会升高 钙离子升高以后呢 会激活 钙依赖性的蛋白煤 这个蛋白煤呢 就把这脱氢煤呢 敲掉一段 使它构型变化了 构型一变化呢 使它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转化为氧化煤 这就是缺血的时候 可以发生这样 两件事 一个是把黄飘瓴脱氢煤 不可逆的转化为氧化煤 再一个是那个什么 ATB降解产物的堆积 然后恢复那个什么呢 灌注的时候来给了底物 那个什么 就是氧 然后就使这个反应就进行下去了 产生了大量的活性氧 另外呢 还有一种药叫别飘瓴存 这是一个什么呢 黄飘瓴氧化煤 如果这个学说是真的话呢 它抑制这个氧化煤呢 应该改善 应该减少那个什么呢 活性氧的合成 以减改善 血血再灌注的损伤 是不是这样呢 就说 因为这样一个学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学说 后来就做了很多实验 表明呢 在很多情况下 这个理论是对的 这个理论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理论不是唯一的 而且这个理论呢 有它的局限性 主要呢 我列两点 一个呢 是动物种类器官组织 这个分布差异 就是这个氧 黄飘瓴氧化煤呢 在不同的组织分布呢 是不同的 主要存在在肝脏和胃肠道 在人啊 猪啊 兔啊 它心脏里边含量很低 如果这个含量很低呢 它就不能够产生 足够量的活性氧 不能产生 足够量的活性氧呢 当然它也不可能造成 多大的损伤 对吧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 黄飘瓴氧瓶转化 氧化煤的量和时间呢 和这个缺血在关中 损伤的对不上 时间上对不上 量上对不上 所以说呢 这个理论是对的 但是呢 主要是在肝脏和肠道 起作用 在心肌里边呢 可能作用就不是那样重要 那么还有什么来源呢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来源 就是线粒体 线粒体呢 是我们那个什么呢 一个制造能量的一个重要工厂 我们的能量主要是在线粒体里边 通过产生ATP来制造的 你看这是个细胞膜 这是个细胞膜 这是个很大的线粒体 线粒体里边呢 有线粒体外膜和内膜 线粒体内膜那个 这个什么呢 有一系列的氧化 磷酸化反应 把那个什么呢 把氧最终还原为水 这个最终还原为水呢 氧还原为水呢 不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我们这个线粒体 做那个糖和脂肪酸呢 最后代谢转化为ATP的时候 中间需要氧 还原为水 这个机器不是完美的 大概正常情况 有百分之二到三的氧呢 没有完全还原 没有完全还原 就产生什么呢 产生活性氧了 这个产生活性氧的量 一个不是太高 再一个呢 我们线粒体里边呢 有一系列的 那个超氧物气化酶啊 过氧化氢酶啊 还有其他酶 就把它给清除掉了 把它清除掉了 不成一个什么太大问题 不成一个太大问题 但是呢 在缺氧的情况下呢 它就会什么呢 这个 氧呢 就不能够 完全的给还原成什么呢 还原为水 这个我画这个图啊 这是刚才那个 就是氧化磷酸化 我画一个简单的图 简单的图呢 这是葡萄糖脂肪酸 然后呢 转化为NADH和骨骨酸 然后呢 经过一系列的那个反应呢 最终呢 在细胞搜索氧化酶的作用下呢 把氧还原为水 这是正常氧情况下 最近十年呢 就发现什么呢 在缺氧情况下呢 它可以在这个环节里边 有个泛半空这个环节呢 它可以把氧呢 转化为过氧化氢 不是 转化为 超氧因离子 然后再还为过氧化氢 就升高是活性氧 在缺氧的条件下 就氧不能够完全还原为水 就转化为过氧化氢了 在研究中间呢 到底在哪个环节 是升高活性氧呢 有一系列的药物 像这个药 这个药啊 这个药 这个药 这都是我们做实验的一些工具药 用用这个工具药呢 来发现那个到底是那个什么机制 到底是什么机制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手段 总的来说 这个学说呢 目前是有大量的证据 支持这个什么呢 线离体在缺氧的时候 是细胞内活性氧的一个重要来源 那么这个线离体 与缺血在冠注手上的关系是什么呢 有这样几个主要的证据 就是缺血在冠注的时候 能够升高活性氧的释放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抑制 线离体来源的活性氧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 有一些工具药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降低 取血在冠注的损伤 第二个证据说 什么呢 取血在冠注呢 这个损伤的时候呢 会降低线离体内 超氧物奇化酶的 活性含量和MRMA 这个时候呢 取血在冠注的时候 这个超氧物奇化酶的活性降低了 自然的超氧 那个就是超氧因离子啊 过氧化氢被清除就减少了 也有利于什么呢 活性氧升高 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我们人为的 升高线离体内 活性氧清除剂的含量 不管是我们给一些 外源性的药也好 我们或者是 让这个线离体内那些 比方超氧物奇化酶啊 过表达 都可以减少 取血在冠注的损伤 这是它的一些证据 第三个重要来源呢 就是什么呢 中性粒细胞 这是个大大的 那个中性粒细胞 到组织那转化为 巨石细胞了 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个小细菌 这细菌呢 被那个条理处打了个标记 然后就给 巨石细胞给吃掉了 巨石细胞 怎么把这个细菌干掉呢 它通过一个东西 叫一个形式 叫做养 呼吸爆发 或者叫养爆发 这叫 Respiratory Burst 或者Oxygen Burst 这是中性粒细胞 在汤式活动中 耗氧量明显增加的现象 据说 这个巨石细胞呢 它在膜上有一种酶 叫NABPH 氧化酶 它可以利用氧 生成大量的活性氧 这个身高的浓度是 就是10-3这样一个浓度 这样一个大量的活性氧 干嘛呢 就是把细菌给干掉 但是它这个巨石细胞 在那个受损伤的组织啊 它释放出活性氧来以后啊 这活性氧也分不清 哪个是细菌 哪个是组织 所以呢 它经常还把我们 那个受损伤的组织 也给杀掉 造成破坏 造成破坏 我们再一个呢 就是注意到 中性粒细胞 在汤式的时候呢 要耗氧量明显增加 耗氧量明显增加 你在缺血的时候 它是没有氧的 所以说呢 缺血的时候 可以把它激活 可以激活 但是由于没有氧 再灌注的时候 来了氧以后呢 它就来一个什么呢 无息爆发 或者氧爆发 下边呢 我们就讲一下 那个什么呢 氧次有去损伤的 那个机制 好 机制呢 主要有这样归纳为四点 第一点呢 是从那个脂质 这个角度来看的 磨的脂质过氧化呢 导致膜结构破坏 膜蛋白质功能抑制 ATP生成减少 所以ATP生成减少呢 主要指的是什么 线粒体的膜 受到损伤 线粒体膜受到损伤 因为我们知道 线粒体膜呢 来保持一个 线粒体内膜 和里边那个 线粒体的基质 中间一个 很高的氢离子浓度 膜要损伤了以后 不能保持 这个氢离子浓度呢 ATP就不能制造了 第二个呢 是从蛋白质的 角度来考虑的 就说活性氧 可以导致 蛋白质分子 钛链断裂 酶的球积氧化 蛋白和某些酶的 相互交联聚合 最后导致变性 和活性降低 第三个呢 是从DNA的角度来看 就DNA的断裂 和染色体齐变 第四个呢 是诱导炎症介质产生 这些由炎症介质 产生以后呢 进一步可以导致 更多的这个 氧自由基啊 活性氧产生 然后呢 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前面讲的这样多呢 我们要求大家掌握 这就是氧自由基损伤的 发生的机制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四个主要的原因 市场团之 особ 这一个不是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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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那样 都帮助我 aug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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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就矢